總質詢立委席左右兩邊 一片空蕩蕩 不過官員統統到場 形成強烈對比 在台灣國會帳的線上成常態 因為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質詢案暴刺每人有三十分鐘 如果還沒輪到自己 根本不會提早到場 我來繞鄉三十年 總事情也沒有人 在前一到期 那經常別人執行 都是在公公室準備 都在公公室準備 所以這些外行不要講外行話 這個總質詢 你可以說就像是每一個立法委 他自己的個人秀 你要其他的立委都在場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如果說他是一個議案法案的審查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每個立委 都能夠參與整個討論的過程 有些立委有外務在身 或跑地方服務 幾乎都是算準時間進場 不過這樣的狀況 在國際上算是獨樹一格 看看鄰近的日本 參院備詢全場坐滿滿 加拿大法國國會質詢 眾議院議員幾乎都到場 水準分析不同政治體系 體現的國會狀況也不太相同 我們等於說是半總統制 半內閣制 又變得有點好像就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內閣制 你看比如說像英國 英國他們就直接在國會裡面 大家都直接 所有的一個部會首長 包括英國首相 都在那個國會裡面 大家就互相來去 做這樣子的一個辯論 台湾總避免立委感常 保障質詢權益 是否得提早入座 也引發討論 學者認為體制誘改可以 但是無前例的質詢被沒收 院長和議事處還是欠缺溝通協調 想改變台灣國會現狀 看來還得從場記憶 明新聞 最後報道